记住,穿浴衣的时候,右边那块在下面,左边那块在上面 吃日本拉麵,先喝汤 太开心了 我想我已经不知道五年还是六年没来过 还是四年,五年,我都不记得了 我又回到东京了 其实是成年机场,要坐车入东京,但是不要紧 这次的票是不用钱的 刚刚打完针那些抽奖,中了一张败运的票 但有朋友是中到国泰,但是不要紧 始终不用钱,好,出发 现在去搭LALITA EXPRESS 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那个WESIT JAPAN的曲子呢 有曲和没有曲的分别就是 其实都是跟排一条同一条队 但是就是,如果在自己在香港做定之后 那在飞机就不用填字了 其实都是同一条队来的 刚才进了这个我后面的东日本的JR 东日本的Service Counter 那里面阿叔叔说,如果想买LALITA EXPRESS的6 roundtrip ticket 去Counter C都买到,那会快一点 这个是Roundtrip ticket 你去哪里? Sinch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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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开心 现在是几点? 日本时间的4点43 可以乘到4点48的班 那就可以快点去到新宿 可以吗? 很划算的 因为我用过去查询了 K6KK的买其他的京城 就是Skyline 不知道什么 其他那些 去上野又好 哪里都好 其实这个LALITA EXPRESS 都算OK的 价钱合理 所以都是回到这个 作词 来到东京 你记得是靠左旗的 右边都被人走的 很棒,炸雞炸東西,麵包,便當 很棒 放空時間了 由於我覺得我寧願出一條路去找酒店 好過在地底找 好耶,出來了,新宿站 不懂得分,是不是什麼藍口,東口,什麼口 但這裡很熟悉,在高架路旁邊的出口 我想說,竟然找到地下有垃圾 這裡 對,有垃圾 好,很快,電腦是自動Check-in 不過有個姐姐幫我 嘩,這個很吸引 每間APA都好像有一個浴場,有溫泉 不如稍後馬上下去試試看 好,room tour 很棒,皮拖鞋,但也有個酒店拖鞋 就是那些綿的,然後還有一些加濕 空氣清新機 有消毒用品,除菌這些 Spray 嘩,好像很高檔 有張水 有些什麼 肉機 對,話說下面可以浸浴 是不是穿著這個進去呢 不知道 接著就是這些 電視機很大 有水壺 熱水壺 有雪櫃 雪櫃 雪櫃沒有東西的 床 接著就很漂亮 為什麼有一個紙殼這麼好的 紙殼 簡單單 這張東西說什麼 就是那些清不清潔 看看那些安排 看完廁所 洗手間,洗澡,浴室 這樣 挺奇怪的 看看,自己品牌 APA 品牌 嘩,有這些 畢竟呢 這裡我預約的時候 都要六百元一萬人 看看有沒有景 嘩,有啊 扭景啊,好啊 多好多好 這個景不錯 好了,原來這張卡的意思呢 就是說 不會每天有人收拾房 你想收拾房 才叫 upon request 就是要 叫他收拾 但是他每天都會把那些 什麼 刷牙 毛巾 放在門口看的 好,嘗嘗一下床 好,嘗嘗一下床 舒不舒服 舒服啊 好彈 對呀 好彈 好彈 不錯 冷氣和都很正 有些冷氣 正 都說了 會 下去拍一下浴場 給大家看 對呀 記得穿浴衣的時候 右邊那塊 蓋在下面 左邊那塊 在上面 那是 別人看得到 一個Y字 就對了 那我現在下去浴場 看一下什麼環境 電視機已經展示了 是沒有人的 因為電視機會告訴別人 裡面有沒有人 原來他們都有啤酒 有水賣在外面 還有有水喝的 不用帶水下來 早知道 就是這樣 但是進去不給拍了 所以不拍了 好 戴毛巾 還有帶一張水 好了 不斷地說說浴場那塊 什麼環境 因為那裡 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那我應該會放一些照片 在那裡 官方照片 裡面是很漂亮的 進去吧 看見那個更衣區 很簡單 有得吹頭 有風筒 有 有 有 尤其 另外 其實它有洗手間 有一個洗手間 另外就有 鎖 還有一個充電 鎖 鎖 鎖 另外有一個 好像類似 電話給你充電 還是 鎖電話 我不知道 就密碼的 然後進去 一開了自動門 裡面有一個帶池 它裡面是黑色為主 很美 很舒服 一個帶池裡面 然後有些 好像SPA 那樣 有泡 有按摩的功能 看到 另外還有一個 空洞門出去 叫露天 露天溫泉 但其實它沒有風景 是天 就是看到上面 是有個 有個 就是有些 木棚 都不是通洞 其實是通洞 怎麼說 但是有些木枝 就是一個木架 其實 但是直接去到天 就是有感覺到 新鮮空氣 那 就 我發現外面的水路 所謂的老天 會是熱過裡面的 然後 另外當然有一個 沖生區 大概有十幾格 那 剛才我去的時候 是有一個 年輕少少的酒 另外還有一個 阿伯在裡面 那 是挺舒服的 那 電視機本來說沒有人 但它可能沒有人的意思 就是代表 它那個空字 其實的意思就是 不逼 正 原來 聽聞APA的所有酒店 應該都有個浴場 那 不知道 浸完之後很舒服 現在很精神 現在出去吃東西了 頭都還沒乾 攪拌了 現在已經去到東京時間 日本時間八點鐘 隨便找些東西吃一下 好餓 新宿這裡 我是有一間 情意見 因為我喜歡喝酒 喝完酒之後去吃 不過今天現在很掛著 因為五年沒有吃過 去吃 超便宜超便宜超便宜 超抵拉麵 我今天介紹就是這間 超級抵食的拉麵 博多天神 好簡陋 而且看得出它的歷史味 看看價錢 最便宜的是600日圓 然後有紫菜就是700日圓 這裡還有什麼 看不到 有蔥木耳 叉燒 有辣的 700日圓 味噌700日圓 博多其實應該出名去吃 豬骨 300日圓 600日圓 其實現在是530 30幾 30幾 40元 30元 吃日本拉麵 先喝湯 好想念這個味道 豬骨湯很棒 就是這個味道 其實香港就算幾好吃的拉麵 我都覺得 都是不夠日本來的 可能那個感覺 不知道 好吃 好吃 但是這個只有一塊叉燒 因為始終都是600日圓 不用吃那麼多 因為我打算 轉頭吃別的東西 這個是輕式來的 Yeah 雖然是簡陋了少許 但是 放心 它有冷氣 還有有無限量冰水給你喝 很棒 一碗麵怎麼會飽啊 去吃另一個平民的美食 就是 這個 以前很多年前來已經吃的了 我選擇了這個泡菜烤五花肉飯 泡菜好吃 烤肉也很好吃 超多肉汁 Yeah 一碗麵一碗飯 飽飽 很方便 為什麼我想吃這兩間 因為在我酒店的 對面 斜對面 一兩分鐘路程 正那位 Yeah 去吃一間八年老店 壽喜燒 好棒啊 天真飯 就是這個玻璃芡 我來Paco 因為想看 任天堂那間專門店 記得 comment like 和share我的影片 還有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